突破不灵往上走 不破关键我不走 大家好我是富裕老师 不灵短波段 是我认为最适合投资朋友们的操作方式 要如何实战应用 请收看我每天的节目 在此之前 欢迎各位先加入我的 LINE家族 小小鼠REACH588 有更多的资讯与你分享 你将成为股市的赢家 欢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师 今天盘式大家都在观望 我们看一下 成交量收到3,270亿 重点尾盘的时候跌106 其实今天有开高 那时候还涨快200点 但是尾盘收低 当然今天尾盘收低 因为台子期结算 那台子期结算 外资有空单很容易压回 而且重点在于 现在的我们剩下5个交易日 对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哇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嘛 对大家都觉得川普要当选 所以呢台积电 就是大家最觉得说 哇这个川普 一定会对台积电 哇会做各种的 对 人家会说是欺压台积电 首先我一直讲 川普会不会当选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川普上了之后 难道真的会对台积电 对会把台积电消灭吗 当然不会 这我们再回来讲 因为我现在还是先讲大狠 那反正我知道今天大家 很多市场的资金是观望 再加上明天也可能会 对因为台风要来 大家也不知道会不会开市 那当然我在这边也是 请各位要注意一下 台风天的安全 好做好准备 你就不要怕 对我是刚才讲 很多人都跟你讲 哇这个川普 你看他说点名 台湾都在 说应该要付美国保护费 我们在讨论很多天 我说付保护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台北股市 对之前有一个12682 30多年都过不去 就是在川普任内台股过了 然后我也讲你看 那时候台积电 各位你还记得吗 台积电那时候 在川普上任的时候 各位只有 对185.5 川普2017年1月20号上任 那时候台积电185.5 现在都1000块 很多人一直讲 尤其现在很多的AI栓 各位你有发现 哇现在好像逮招 川普变成他护身符 对川普 所以你看他上了之后 一定会如何 但是你看其实川普的目的是什么 我昨天有跟你讲 川普说你是个出色人 很可能就把 You are fired 就把你fired掉 但是他批评 各位批评像台积电 对不对 偷美国金面产业 他是要台积电去建厂 各位重点是 他不是要消灭台积电 他是要去建厂 那台积电各位你想想看 现在为什么 能够在先进制程 这边出类拔萃 其实最重要也就是限制中国大陆的厂商 你去买那种高级的 所谓的机子外光光科技 这个其实对台积电 维持竞争优势就相当有帮助 而且你注意 除了今天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要想想看 对台湾到底会有帮忙 很多人都说 川普这样子做什么中美贸易战 好像会整个局势很混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来你看 这是今天的头版 对头版的 但是这傅小师讲很多天 你要注意他跟你讲什么 美国紧盯中国大陆的矽光子 各位紧盯中国大陆的矽光子 所以台厂会迎来转单 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不是傅小师一直在 这几天一直不断跟你讲 你看这几天矽光子拉回 那我说很好啊 我还说感谢川普 对给我们再上车的机会 矽光子拉回 我说这非常棒 那为什么我们看 各位你看川普 我说这感谢川普可不是假的 你还记得我之前 前几天跟你讲什么 你看川宝 各位今天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是不是川宝 我说他不是川普之宝 他是我的宝贝啊 川宝 各位你想想看 你看我那时候跟你讲什么 我说在这一天还记得吗 10月22号 我说从这边开始急涨了68% 我说很多最近很多新朋友加入 我能带他们去买吗 各位你想想看这个问题 我能带他们去追 涨了68%短线急涨 我知道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 我说过86.7%这一个价格 当天其实是涨停板的 很多人其实追价在这边 对我说这叫疯狗流买法 越涨越去买 涨停板更是买 但你看这一拉回 各位连续1 2 3 4 5 5个交易是拉回 拉回快30% 这时候谁会跟你讲 这是傅比老师 所以我说感谢川普 对不对 我说拉回在这边 对不对 拉回 拉回你可以买 对不对 你可以去做布局 那我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很多的人 涨的时候再跟你讲 对包括西光子 你有发现最近开始没有人 要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跌下来 跌下来不会讲 那我说先进日程西光子 包括像台积电 傅比老师都一直很看 对不对 我说你看这个拉回来 各位现在喷出去 我相信这两天连续喷出去 就会有人开始跟你分析 对不对 像川宝 切进了Coors 未来会有多棒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讲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就像在西光子 现在杀下来没人讲 川宝各位 连续五根黑棒杀下来 连续五个黑棒杀下来 各位 有人会跟你在节目讲吗 一定没有的 各位 讲涨停板不是比较爽 比较快乐 你有没有发现 我前后左右台的 各位你可以自己看 你从现在下午看到晚上 你去比对一下 他们讲的股票 跟昨天的是不是一样 一定不一样 因为很多股票 昨天涨停板 今天是跌停板 跌停板 他们能怎么讲 对不对 你可以去验证 跌下来的时候 他敢不敢讲 有没有实力讲 好 连续五根黑黑 各位像川宝 我说我感谢川普 先进制成 对包括像西光子 拉回来才会有给你的买点 我可不是空口说白话的 对吧我不是说感谢川普 对就表面上感谢 心里恨得牙痒痒的 对不对说你让股票跌 不是啊 跌下你真的可以买 可以布局啊 各位你看10月28号这一天 也就我在节目上讲这一天 盘中早盘就杀下来了 各位那时候大跌快6% 其实那时候快有更低的价格 但在这边的时候64.8 各位拉回来 我说第一波急涨 一买突破之后 还是我跟你讲 不宁短破断 一买突破 不然你看一买突破突破在这边 这其实你看这边你一定看不出来 对不对 我用一般的均线你看不出来 但是你看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布林线在这边 白色这些上缘 这边开口打开 所以这一买突破突破冲上来 好短线急涨了68% 我说这是第一段 对涨很多 但是问题是很多的朋友 加入了之后你能跟他讲 我的成本很低在这边啊 所以你现在买你就算是买86.7% 我还是赚钱啊 对不对 很多的分析师一定是这样 我心里感觉我还是赚钱啊 震荡30% 随便你震荡啊 对 买追涨停 跌下来 对其实你看 当天其实这样震荡快20% 快20% 那也是你家的事情啊 对 谁叫 我叫你去追涨停 你就去追啊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你喜欢追涨停吗 对 我相信很多分析师喜欢去追涨停啊 追涨停在节目上说 哇你看我们今天股票又涨停 但是我不是这样啊 各位跌了5支下来黑K啊 我在节目上跟你讲 各位这样是不是 是不是比较是你想要去追谁的老师 各位拉回来买嘛 5根黑K谁会跟你讲 好现在两根喷出去 对 我开心 大家都开心 对不对 来 你看我也在我的家族也分享 1595的川堡 对一般分析师 你会发现他每天在家族跟你讲的 对吧 每天都会说 对 强势股列出来 都会说 哇你看我们的股票 我们家族每天都有最强的股票 各位 你不用加入他的家族啊 你把上市贵的股票 涨停满的列出来 你一样也看到今天最强的股票啊 各位看到最强的股票 真的没有什么比较了不起啊 重点是拉回的时候 对不对 拉回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再去买 不然把你冲出去涨停满 各位讲那没有意思啊 像我今天也可以跟你讲 川堡涨停啊 但是问题是在五 各位 这五个交易是沙下来的时候 都是连续黑K的时候 各位这时候是不是比较重要 对 是不是在节目中跟你讲 对这是比较重要嘛 来你看 川堡连续5根黑K拉回 短线下跌近30% 没有人要提啊 对不对 那只有我啊 我还在节目上跟你讲啊 我在讲什么 我说感谢川普啊 说没有他啊 没有拉回 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带会员买的 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个拉回 没有川普 对 那想哇啊 这Course概念 他就说哇你看喔 接下来台积电 台积电去美国要被打压 其实我倒过来问你 如果台积电真的好像被打压了 去美国设厂 去美国设厂 去美国设厂很多人说是打压 但是我问你 我这样讲 那台积电相关的这些设备厂 是不是也要去设厂 其实还是有商机啊 其实我搞不懂很多人说 哇你看台积电要被川普欺负 但是你说像川堡 各位真的 有必要一定会跌下来吗 那跌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 可以 各位可以再去做布局 所以我说像Course FOPLP 矽光子 这些股票跌下来 其实都还是可以去做布局的 近期矽光子很多也是跌下来 包括你看像川堡 像五根这样跌下来 好 那其实我们看一下矽光子 来镜头帮我带到这边 好 你看最近很多矽光子也是跌 来你看像创威 波罗威 上权 联军 联雅 联军 光盛 最近都有拉回 所以我这样讲 拉回 记得要用傅小师跟你讲 布林短波段 去做一个第一阶的一个买点 布林短波段给你公开验证 就像我跟各位讲 这四个字很重要 公开验证 对不对 不是涨上来才跟你耀武扬威的炫耀 对不对 你看像川堡 对不对 对不对 跌下来的时候跟你讲 所以布林短波段 一买突破 二买拉回 三买下缘 那这二跟三怎么应用 对不对 你可以看我节目慢慢地做学习 对不对 跟角度带宽都有很大的关系 好 拉回来去做布局 那为什么拉回来的布局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 对不对 你看 美国紧盯中国大陆的矽光子 台厂引转单 一般人看这边 可能看得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要去打压对岸的矽光子 我们来注意 因为锁定AI关键技术之一的矽光子 光通讯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在全球前十大 光通讯模组厂商已经排名拿下7席了 各位 这个今天 这是今天的头版的新闻 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在哪里听过 你有没有在哪里看过 对 你在我节目看过 我之前 对这已经讲很长一段期间 我说中国大陆的厂商 接下来很多现在所谓矽光子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光模组 光收发模组厂商 那之前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太强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下 这张表我是不是拿给你看 之前在2010年的时候 前十大没有半家中国厂商 现在去年的时候已经 他在那边写7加 我这边写6加1 那之后我跟你讲的 我说这6个我这边标起来的 从中继续双开始 华为各位华为 对这几家厂商 对都是中国厂商 那这个叫索尔斯 要被中国的资金入股 所以我们把它算进去 好那就算7加 所以我那时候写6加1 因为这个叫被入股 那美国剩哪个 你看 对科西伦 斯科 还有麦威尔 就甚至3加 这我之前在节目就跟你讲 各位什么叫领先 各位领先就是我写的东西 后来变头版了 对我跟你讲的东西 后来变头版了 对不对 来注意看一下 现在美国的身家什么 科西伦 来斯科 还有麦威尔 所以他们要去限制 所以台场要赢来转单 这我有没有讲 我会有没有跟你说 我说你看接下来西光子 接下来 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升级 各位我还跟你用这个 我还记得拿这个跟你说 来注意 这会有差多大 因为西光子是用来取代 各位取代这两个字 我那时候讲 光收发模组 各位所以如果你没办法再往上升级 你没办法再往上 各位那你想想看 现在中国大陆的厂商 它能不能再升级 各位西光子 你要用最先进的 晶圆制造技术 掌握在谁身上 台积电啊 台积电 你敢去跟华为合作吗 来注意看一下 来你看 各位 美国最感冒的华为 也在这前十大之一 各位你敢去跟华为合作吗 你当然不敢 所以所有单 各位基本上 由台积电 对领导 基本上什么 还是在台湾的厂商手上 所以我说你到底在怕什么 这会有多重要 当然很重要 你会看到 富小时候抽丝剥茧 除了技术面很厉害 我就跟你讲 掌握整个趋势主軸都在我手上 各位你看转单会影响多少 这是我一月 各位一月的时候我在我家族 对分享给我家族朋友的 我一月各位一月那时候才刚创立没多久 这是很早期 从一月到现在我也很感谢 对我现在赖家族也突破了5000人 我也欢迎各位来加入来验证 富老师讲的 好回到一月的时候 光盛1月29号 一买突破各位注意一下77.9元 77.9元 今天涨停板再创新高91.4 当时创新高91.4 天啊 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来光盛今天收盘价 各位来来来来 最近算拉回 收盘价469.5元 对不对 为什么它能长那么凶 可是我为什么可以长得将近7倍 为什么 对不对 我光盛我这边其实我 我开心的话我也可以挂700% 但如果说不是啊 因为我们最近这一段操作 从这边开始 所以我们是从这边再来 对不对 富老师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跟你讲什么 7倍700% 来注意喔 来注意我跟你讲的 那时候光盛 为什么它能够后来飙这么凶 为什么单月EPS 一个月可以超过一块钱 因为其实光盛它是最下游 整个框通讯它是最下游的 美国通讯设备去中化 对 所以台湾常常可以抢食这个大饼 好 那接下来矽光子 各位毛利更高 对 而且未来需求用量会更大 会不会有很多股票 涨得跟它一样凶 当然会啊 但是我也讲 我们操作上一段一段做 还是要用布林短波段去做操作 所以像这边的时候 我说也感谢川普 你拉回来你可以再去做布局 很多股票其实拉回来 在这边 我说这些好的题材 包括细光子 包括先进日程 其实我看到很多的机会 如果你想要跟上我的脚步 现在有最好的一个方案 生日 各位你也知道 每个分析师生日方案 都是他尽他全力最优惠的 感恩大会各位各位 各位想跟上我的脚步 588 跟着我一起 888 先进一段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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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陈东同顾杨老师 顶持成功三药益 简易戒律高效率 独创短波段获利法 被您买在起张点 卖在转折点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好 各位你注意到这四个字 公开验证 公开验证是什么 公开验证 就是叠下来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讲 要怎么去做操作 很多人的节目 每天都跟你讲 漲停板创新高的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你看一下川宝 各位 连续五根黑黑 跌下来的时候 这样 这样比较帅嘛 你们怎么不能到现在 对不对 各位 连续两支漲的时候 才跟你说 川宝有多好 怎么打入Covus 对不对 就像你刚刚看到我测标 来光盛 没有涨的时候跟你讲 对我说这边窄口即将喷出 10月4号的时候 节目画面 好 那现在 你有没有发现近期 你看到Fooi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跟着磐石做变动 我也在跟你讲 我不知道 你会看有些人节目很无聊 每天都涨停板 你看 还一样精彩 各位你还记得在这时候 在这边的时候我跟你讲 这边是不是布林线的下缘 13买下缘 后来弹上来碰到这边什么 上缘的反压 压回来之后 我昨天有没有再跟你讲 各位不是涨上来 要再跟你做介绍吧 跌到这边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下缘又到了 对 下缘又到了 所以你要在这边卖低吗 不是啊 所以你看到现在 今天是不是开始 又往上做翻扬的动作 有没有 昨天跟你讲 今天又开始 有没有那种感觉 我说你看 如果你用一般的线 这是大家常用的 黄色的月线 绿色季线 下面粘线 你在这边 你能看出还有什么脉络吗 没有啊 对不对 你知道这边要买 这边上来先卖一趟 下来再买吗 没有啊 但是你用布林的话 你会发现 对 你是有机可逊 我说布林 这不是什么神奇指标 对 不是什么奇怪AI指标 你自己设定 你也可以看得到 可是方法你要用对 是不是 你看 跌下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 像昨天跟你讲说 像双红 我说你看 拉回来先到下缘 这边你在这时候就要卖吗 当然不是啊 你会发现 今天怎么开始有反弹起来 所以你把这个线遮起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常常 如果你不是用这种布林 你一定感觉不到 对它的一个轨迹 对你看不出来说 这边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一个相对短线的低点 如果是短线的低点的时候 我们这边反而 你要去做一个承接的动作嘛 就像我说感谢川普 很多股票现在压回来 压回来你要怎么去买 对 一买突破 二买拉回 三买下缘 你要掌握好这些节奏啊 这些股票不是乱杀啊 像我发现有一档股票也很有趣 来中砂 台积电这种先进制成 大家有听过金贝供电这个题材 但是很多人操作金贝供电 你看涨上来的时候 每个人就会跟你讲 对像中砂 这边联系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盘中联系的时候 涨上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跟你讲说 这金贝供电未来对需求有多大多棒 各位注意到这时候出量 一出量依照中砂的股性每次都这样 出量开始大涨之后 就会做一个拉回 拉回的时候碰下缘 你会发现 各位我现在都是跌的时候跟你讲 其他人是什么 涨停板跟你讲 然后在家里去追涨停板 涨停板追了 对肯定可能开高啦 他就跟你讲说 你看是不是创新高 但是呢 各位创新高拉回 这种股票就会突然都消失掉了 是不是 来注意一下像华城 斜切啊 各位从上缘斜切到下缘 在这边的时候 各位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对低点 浮小子的节目 跟我的家族 我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家族 我每天对盘式跟指标股 我都会分享给各位看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跟你讲 你什么时候可以拉回买 对尤其山买下缘 各位下缘常是一个超跌的位置 你在这边买进 尤其趁着美国选前这一周 这一周美国 对剩下五个交易日就美国总统大选 结局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大家现在心中都会害怕 害怕就有人先离场 离场就卖股票 卖股票 有些股票被卖到超跌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看我节目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去操作 因为跌下的时候 我会带你去找一个好的买点去做承接 对我们会永远都在布局主流的 对我觉得最棒的主流股 就像我跟你讲说像西光子 像先进日程 很多跌下银都可以跟着我一起低档 买进低档操作 各位你千万不要再去看到掌停板 再去追价 对我觉得这是很容易受伤 你低低的跌下来的时候 在这边做承接 我觉得那真是太棒了 对因为这会有超额的利润 跌下来的股票 你也看我们之前跟你讲了 包括像广达 包括像双红 包括像齐红 一档接一档 现在各位注意 生日方案各位也已经 各位十月快结束了 就剩下这个最后这个 各位倒数两天 你想要跟上脚步的 跟着我一起发发发的 各位跟着我一起发发的 就剩两天 赶快好好好把握机会 明天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